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是沉浸在痛苦的侵略和民族主义之中 扎哈罗瓦表示 在当下的保守党党首之争中 特拉斯已经开始向我国及其领导层发出威胁 并希望实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胜利 以努力实现他的病态野心 扎哈罗瓦在一份声明中称 特拉斯由野心领导自由世界以对抗俄罗斯的雄心壮志 足以说明一切 他看起来像一个受自大狂折磨的二流政客 他选择去做这一切而不是去解决国内的一系列问题 那些问题可不少 俄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这名英国政客宣称要以某种方式击败俄罗斯 可能是为了分散选民对英国正在经历的实际问题的注意力 我们对英国外交大臣好战言辞的反应很简单 他更喜欢乘坐坦克而不是认真搞外交 他决心击败俄罗斯 那就试试看吧 在我国数百年的历史中 许多人都曾经尝试过 众所周知 聪明人能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特拉斯则会从他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扎哈罗瓦总结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教续